欢迎回来继续Focus 就是疫苗要增产了 我们知道世卫的COVAX的疫苗 是很多个国家生产疫苗之后 陆陆续续提供的 不过新冠疫苗的接种 即使到了现在 全球复国跟全国之间的格差 越来越大 全球注射量超过了八成 全部是高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的注射量 还不到1% 世卫组织宣布 在南非要设立一个计转中心 非洲自产 不用全部仰赖西方世界供应 那么而美国的捐赠计划 真的生变 他月初宣布要捐赠 八千万剂疫苗 但是美国发现 接受美国疫苗的国家里面 它本身的物流 法规和配送 其实常常都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美国现在八千万剂 送出不到一千万剂 包括最近给台湾的 因此像古巴 这时候又被重新注意到 其实古巴的生计能力 还蛮强的 已经有十多年 古巴的国产疫苗 临床试验宣布了 它的防护力高达92% 而且古巴已经有五种 不同品牌的国产疫苗 美国拜登政府 拼疫苗外交 载着250万剂 莫德纳疫苗的班机 20号飞抵台湾桃园机场 数量是原先承诺的三倍多 成为美国立抗中国大陆 疫苗外交一大象征 因为白宫捐赠疫苗计划 现在因运输保管配送等物流问题 得往后推迟 拜登政府六月初宣布 要在月底前捐出8000万剂新冠疫苗 但除了物流 还有各国法规等问题 导致疫苗还无法顺利捐赠 目前仅送出不到1000万剂 包括给台湾的250万剂 以及墨西哥 加拿大和韩国 约100万剂 21号白宫也公布 第二波5500万剂的捐赠名单 跟第一波雷同 当中75%将透过 COVAX新冠疫苗全球取得机制捐出 其余的25%则直接送交特定伙伴 不过纽约时报指出 因为于巴尔地摩的疫苗代工厂出包 美国政府捐赠 恐怕将以AZ疫苗为主 如今富国和穷国接种率的差距越来越大 根据牛津大学用数据看世界 高或中高收入国家 占全球注射量的86% 低收入国家则仅占不到0.5% 美国CDC体管中心数据也显示 现在美国各地 一共有超过6000万剂辉瑞莫德纳和交生疫苗 团者等美国人来打 WHO世界卫生组织21号宣布 要在南非建立技术转让中心 来生产mRNA信使核糖核酸的新冠疫苗 不过古巴独自研发的新冠疫苗 则传来好消息 要打三剂的Abdallah疫苗 最后阶段临床试验显示 92.28%有效 不过几天前 古巴另一支国产疫苗 Sobarena 2也才宣布 打了三剂中的两剂 防护力达62% 预计这两支很快 就会获古巴政府紧急使用授权 古巴生计产业已经出口疫苗数十年 现在手中有五支国产新冠疫苗候选 部分国家如阿根廷 墨西哥 越南和委内瑞拉 都表达有兴趣购买 而与古巴一海之隔的美国 距离总统拜登7月4号国庆日前 为七成成人至少打一剂疫苗的目标 剩下不到两个星期 目前成人施打率65.4% 离目标不远 但按线下的接种速度来看 可能无法达成 现在16州和华盛顿特区已经达标 是地图中的深绿色 但浅绿的阿拉巴马 路易斯安娜 密西西比和怀俄民 接种率则最低 现在美国最担心的 还是Delta变种病毒持续扩散 中西部的密苏里州已经看到端倪 在成人施打疫苗比例较高的情况下 年轻人感染的风险上升 而现在美国年轻人打疫苗也出现心肌炎的副作用 美国CDC指出出现心肌炎的大部分是16岁以上男性 打的是辉瑞或莫德纳疫苗 通常是在打了第二剂后几天 出现包括胸痛 呼吸急促 心剂等症状 不过在服药和休息后大多恢复良好 CDC本周也将召集专家讨论 TV新闻综科报道